高压线意外落入泳池 小女孩被困在水中央 宝宝为了救她 跳入泳池当场丧命 懵懂的女孩坐在泳圈上 呼唤着自己父母 这时父亲冲出来 不顾一切想跳下去营救 小帅及时出现 将其控制住 并告诉他 现在水里的电压有5000伏 碰一下就会立刻死亡 小帅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让自己来想办法 谁料 他自己拿起个冲气海豚 准备骑过去冒险营救 女友骂他 脑子是个好东西 可惜你没有 是橡胶做的 所以不倒电 两人一人牵起一头 慢慢向女孩靠近 此时高压电火花四件 随时有爆炸的危险 女孩抓住水管 在两人的牵引下 朝岸边慢慢移动 女友抓住机会抱起孩子 将她安全交到父母手中 很快 他们又接到一个新任务 一个女孩跪在地上 她的脑袋插进排气管里 男友说 他们刚才在玩大冒险 没想到插进了容易 拔出来男 小帅尝试了几次 的确拔不出来 队长想去掉排气管 却遭到男友的强烈反对 说排气管花了她1200刀呢 队长呵呵一笑 不顾男子的阻拦 拿着电锯钻进车底 队员固定好女人脖子 伴随女孩的尖叫声 排气管被成功剧断 然后滴入大量润滑油 女孩脑袋终于解脱了 看着帅气的消防员 女孩只饭花痴 还提出要和对方约会 不得不说 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 大家找对象 还是要擦亮双眼呀